我們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某食品在實驗室裡面混合甲乙兩種細菌素 可以製成一種新的產品 那根據調查發現到它乙菌素量 是甲菌素量1000倍以上的時候 新產品才會受歡迎 但已經知道甲新菌素每隔一天會增加一倍 乙細菌素會增加三倍 後面很有良心 寫一句話成為原來四倍 代表什麼意思是甲細菌素每隔一天會增加一倍 換句話要把數量乘上幾 二 以細菌素每隔一天增加三倍 要把乘上幾 四 現在取出同數量的甲乙兩種細菌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這兩種細菌數量是一樣的 但是老師想請問一下 誰會繁衍比較快 甲一天只有增加 每隔一天增加一倍是只有乘二 以每隔一天增加幾倍 三倍是要乘四 所以說以繁殖的數量是比較快 有不行 那問你幾天之後 混合這兩種細菌 可以得到什麼 才能製成受歡迎的食品 換句話說是要受歡迎 也就是乙性菌的數量 是甲細菌數量幾倍 一千倍的時候才會受歡迎 所以說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先假設 甲菌 還有乙菌 所以說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取出甲菌和乙菌 好不好 我去假設 一開始用我做幾個 x個 那經 甲菌 恩天號 可自成 送 送 歡迎的什麼 食品 好 開始 所以說注意聽 對甲而言 你這樣去想 你這樣去想 好不好 我們先去思考一下 對甲菌而言 它一開始有幾個 有x個 它每個一天增加一倍 換句話就把怎樣 乘二 再個一天乘二 再個一天乘二 乘幾個 和經過N天乘三 恩隔 是二的幾次 N吃 但以西區也是一樣 一開始有幾個 x個 每隔一天增加幾倍 三倍 也就是乘四 所以隔一天乘四 隔一天乘四 隔一天乘四 隔幾天 N天 所以變成四的幾次 N吃 那什麼叫受歡迎的產品 也就是說以細菌的個數 就等於 假細菌個數的幾倍 一千倍的十 所以說以細菌的個數 要變成假細菌的幾倍 一千倍的十 這樣行不行 這時候才會這樣受歡迎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請問說要一千倍以上 所以說這時候我們最要起 大於等於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一千倍以上 這樣行不行 好 這時候麻煩你 求N這樣行不行 因為左右都有幾 都有x 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可以把誰 可以把左右x把它拿掉 這樣行不行 拿掉x之後是剩下這兩個 麻煩你求N怎麼算 把左兩邊重取多少 LOG 各位 可以好 取了LOG是十二幾次 N吃 這也是要大A等於LOG 取了LOG是幾 N吃 乘上一千 這樣行不行 好 洗到這邊之後 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一個LOG相乘 好不好 OK 我們可以拆解成兩個LOG 怎樣 相加 這樣行不行 我們可以拆解成兩個LOG 怎樣 相加 這樣行不行 各位 可以好 一個LOG相乘 我們在這邊可以拆解成兩個LOG 相加 洗到這邊之後 把往前飛 N乘上LOG4 所以當然N乘上幾LOG2 再加上LOG143 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把這兩個算出來 什麼叫LOG4 LOG4是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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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倍LOG2 LOG2是幾 0.3010乘32 0.6020 乘3N 大於2 0.3010乘3N 再加3 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把它移下好不好 把這移過去 就是0.301 好不好 乘3N 會大一起 3 把移過去應該是0.3010 這時候為計算翻變 老師直接寫0.301 下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問你 N會大於多少 0.301分之7 3 下行不行 所以說你算出來 N大於多少 9點 多 可不可以 可以號 9點多 所以說N至少幾天 第幾天至少幾天 10天號 第10天的時候 可不可以 才可以製成 受歡迎的食品 這樣可不可以把這邊看一下 這邊看一下